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又会再提高 但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波 还要更加的雨量来得大 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一周的温度趋势图 今天天气白天虽然你觉得湿湿凉凉的 但是还没有冷空气南下 在封面通过之后 你会注意到在整个冷空气就要慢慢下来 而这一波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向于干冷的天气形态 所以在北部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2到14度 中部地区14到15度 而南部地区则是介于15到17度左右 而因为干冷 所以在早晚比较冷 但是到了白天之后 这温度就会回升 稍微是比较偏向于暖和的 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会慢慢的回升 因为冷气团减弱 四五六甚至到礼拜日 相对都是一个回稳的过程 我们要提醒在礼拜六的这一天 吹南风甚至会感觉到有点暖 有点热 中南部地区有机会飙到29到30度左右的温度 而到了礼拜日 下一波的封面要通过 当然封面过了 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又会有冷空气要南下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 因为现在已经接近了春天的中旬 所以在未来可能降雨的几率会持续的增多 但是这冷空气南下的强度就会越来越弱 但是春天天气系统还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个冬天的衣服不要这么急着 全部收起来 大概后外套还可以保持个一到两件 同时在中南部地区吹东北风的情况之下 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可能空气品质会比较差 敏感族群要特别留意 以上一节气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